最近大概有40多天 有一些人在推上和这个油管 对我发出了一些质疑 其实针对我个人的质疑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无论你们是想揭露骗的 或者是有什么目的 针对我个人的 我觉得无可后悔 没有谁是大仙 都是各式各样的猜测 或者说有些人他忍不住要去 学习做一下金牌小秘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 包括表演的欲望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涉及到他人的呢 我觉得完全不回应 也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我注意了一下 多半这些质疑 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 说我是出来骗钱 另外一个 是我利用PayPal的账号 出来洗钱的 还有一些 对我的定居地 有一些揣测 有说我拿到美国国籍的 也有说我拿不到美国签证的 当然了 最终围绕着这些质疑 都指向了一个目标 就是利用这次事件 来证明 傻子老元 是一个骗子 那么围绕着他的身边的 都是骗子 甚至 编造出一些故事 我觉得你们在网络上 不管是打谁 骂谁 那是你们的自由 无论推特还是YouTube 都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依据个人的经验 甚至一些收落来的资料 对每个人 或者说具体的一些事件 做出自己的品判 差不多 这四十多天来 从八月十三号开始 质疑的声音呢 有过几轮高峰 现在我看归于平淡了 那么既然你们不再说了 我就干脆出来 给你们解疑答货 仅仅限于我个人的问题 我可以知无不言 首先第一个 说我是骗子 骗了什么呢 两点 第一 我是一个在逃犯 这样说吧 从我 注册推特 到现在两年半 我的介绍页面 一直有一个链接 是百度的 泰润牧场吧 我离开中国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事件 因为我 与几个朋友吧 曾经的朋友 合作了一个 奶流养殖牧场 因为股权的问题 闹到了法院 甚至 受到了拘留 那么很快 离开看出所以后 差不多十天嘛 我就离开了中国 我可以损失一些钱 但毕竟我还想活着 我在内蒙建了一个 奶流养殖牧场 无论我为它付出了多少 毕竟这个牧场 被别人抢走了 我只能证明一点 我两年多的辛苦 我为一些贫困的牧民 改善了奶流养殖的方式 让它们提高了 它们的收入 因为你在家散养的奶流 挤出来的奶 送到奶栅 当时只有两块多 一公斤 那么进入 奶流养殖牧场以后 因为它是集中饲养 集中集来 不存在这个二次污染的问题 所以呢 奶价会高一点 大概高多少呢 每年 为奶户们带来了 十万块钱的 营业收入 就是增加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一点 虽然我个人损失了 但是我为 三四十位奶流养殖户 无论是汉族的 还是蒙族的 或者是满族的 这些牧民 带来了 效益上的增长 官司因为没结束 或者说被 终止 所以结论这一块呢 我们不去提它 我当年还给 内蒙自治区的主席 巴特尔写过一封信 当然了 巴特尔也批复了 据说 三十天内 解决这个牧场的 股权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应该也算一个访民 或者说是一个 需要维权的企业家 有关这个牧场的官司 在前期 它有一些独立的判决 你譬如说 这个牧场的建设过程中 大概有三百多万的建设费用 那么我欠了 四万多克钱的水梨钱 工人工资大概欠了 就农民工啊 农民工的工资 大概欠了二十七万多 是 你可以说 曾经生效的八个判决 如果针对于这几个判决 我确实是逃避了 我明明白白地挂在 我的推特介绍页面上 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做任何更改 仅仅是 红头文件 或者是所有的判决 都是公开的 这已经公开了两年半了 你见过这样的再逃犯吗 我建了一个企业 然后别人把它抢走了 或者说抢搏了我的股份 把这个企业完全归为自己了 这不是悲剧 我们经常说 投资不过三海关 我去内蒙的时候 就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 只是我太拖大了 我没想到过 我真的斗不过低头蛇 因为与我合伙的 是在职的公务人员 那么我们看一看结果 这个牧场被抢占了以后 他们竟然 要求我来支付建设的费物 大家看一看这合理吗 我盖了一房子 完了你说这房子是你的 你把我脸出去了 还关了我15天 完了以后 你还到法院去起诉 让我为你负责建这个房子的建设费用 我是你爹 好再调的问题我们解释完了 我们下一个 说我骗了网友的钱 这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PayPal的打赏 我相信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我收到过单笔一美分的 也收到过单笔500美元的 我也连续的收到了同一个观众的400英镑的打赏 总计多少呢 差不多也就2000美元 我相信这一点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么跟着就是第二点 我从老挝迁徙到泰国的时候 我跟两个朋友借了钱 一个借了两万 一个借了八千 这叫骗吗 我带着老婆孩子在迁徙的过程中 资金上有缺口的 我跟别人借 这是有借有还的 即便还没还上 这跟骗应该关联不大 不要老把自己的人生经验 摆到对我的揣测上来 我去借没有拿着两万多块钱当回事 我也没想过要赖这笔账 这不是一笔大借 我帮过别人很多 我也被别人帮助过 现在 甚至有朋友 还在继续的帮助我 我非常感谢他们 但是不要把这种两三万块钱的这种借款 当作一种骗 当作一种骗 应该挂不上 眼皮子不要那么钱 借款确实存在 骗钱 我觉得 谈不上 你相信不相信 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该解释的 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甚至八千的这一笔 好像还没人揭发 那我就自我揭发呗 对不对 多大事啊 关心我下一步往哪儿走 这个问题我其实回答过 我现在持有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我现在在哪儿都是旅游 最多是个三五千 那么我最终需要的 我寻求的 应该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至于我能不能去其他国家 是不是去美国了 去英国了 或者去日本了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旅游 没必要那么较真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的 是最终落户在中华民国 或者说我的护照 是中华民国的 但是我的居住或者工作 有可能在其他国家 现实往往跟我们的想象 有一定的差距 我也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方向 或者是目标来努力 走到哪一步是哪一步 对我个人而言 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对孩子们 对孩子们的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我结婚比较迟 孩子们岁数也不大 所以呢 儿女心相对重一些 为了他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未来 我自然不会选择 在内地长期定居 所以走出国门以后 我就没想过要回去 下面往哪儿走 我也正在落实 有猜测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不要那么急于确定 我今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吗 那么整个这个事件 围绕的人 其实都是去年形成的这个 藏堂楼 打堂裙 导致的这一系列的后果 现在骂我的 质疑我的 都是曾经的所谓的战友 其实这个 藏堂楼有两个 两个头 是吧 其中一个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朋友 叫斯戴 他现在已经几乎 不发推文了 为什么呢 他已经厌倦 在网络世界里打来打去 其实打不了骗子 我去年参加这个藏堂楼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们最多只能让骗子折服 他唐木桥又不是第一年 出来混钱 对不对 他骗了三十年 你能把他打死吗 无论是从道德上 还是从法律上 甚至舆论上 你都打不死他 因为他三十年来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说 他要革命 这东西没责 对不对 他口号非常正确 那么我们只能说 那么我们只能说一点 他开始行骗了 他说到自己的甲履利 是吧 他呼吁别人 给他捐款的同时 还要传真 你的护照号 要登记你的真实身份 这是很令人质疑的 我们打一打 无非就是打压一下 他的嚣张气焰 顺便呢 顺便也是个欢乐的事 打打骗子 结结巴 很开心 仅此而已 那么进入打堂群以后 因为我们知道 打堂群是这个 老袁跟这个老陈 他们俩见的 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 这一年来 是吧 一会儿老陈被拉黑了 赶出去了 一会儿老袁被拉黑了 赶出去了 他们俩见了这个群 经常 他们自己都被赶出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只是吵一吵 闹一闹 挺开心的 那么 三哥他们出事以后 因为关联上的区别 老陈 第一个 被一脚踹出去了 那么一转眼半年多了 老陈被拉回来 老袁被踹出去了 老陈我说的是这个 陈兵林 很多人骂他也是骗子 但最主要骂他是特务 对吧 骗子不骗子无所谓 特务这是要严打 是吧 很多人在骂他 他嘴也不好 也天天马人 老袁呢 是袁建兵 那么最近呢 有很多故事 其实是围绕他的 有些人说 他帮我住了六个月的房子 是吧 帮我安排好了 这个美国签证 预付了六个月的房租 其实我告诉你 他还说送我一台车呢 知道吧 我当时确实谈过 要办美国签证 去美国看一看 或者说我觉得 在老窝说话 不是很放得开 包括我现在在泰国 说话其实也长得也 我原来还写大纲 后来我发现 我写的大纲 一半我都说不全 有些话我不敢说 那么我觉得 曾经以为啊 在美国你说话 他是可以放开了 后来我发现呢 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 在哪说话 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尽可能引用一些 比较保险的数据 是吧 免得被告上法庭 多被动啊 一个关系打的 拖个几年不说了 据说西方的法律程序 它有一些 庭审的技巧 可以拖很长时间 是吧 我也付不起这么多律师费 所以我就干脆 尽可能的不点名 那么跟着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有许多人 在背后 鼓刀一些事 他们把这种幻觉 当作真实的事件 那么放到了往上 那么针对别人呢 可能我体会不到 或者说体会的不是那么深 针对我个人呢 我这次算是体验了一下 人家明明是一个好事 是吧 我来了以后 帮我租个房子 安排我 适应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网友之间的一种帮助 或者说 他租了一套房 暂时不用 我先借给你住 这都可以 但是不存在 说是人家 要帮我怎么样怎么样 说这些虚的 其实都没什么用 酒喝大了 说句客气话 有 但不是每个人都喝酒的 还有人说 老袁答应我 给我三十万的联系 其实为这个事 我挺有兴趣的 知道吧 我还问过他 我没问老袁 是不是雇我 是吧 帮他干活 他那公司 好像是网络公司 我连注册一个paypal 都需要网友帮忙吗 自然这就谈不上了 我只是好奇 我问他 我的原话是 华人公司 有出过三十万美元 联薪雇佣人的吗 他说有 我们公司就有好几个 网络架构师 所以这东西我不懂 对吧 但是我觉得比较深奥 他可能是在网络工程 这些领域上 比较顶尖的专家 那么我未来会干什么 一个我可能会继续直播 这东西有影 戒不掉 说白了 他也能混点钱 我觉得挺好 我这个人能白活吗 这事能干 我自然不会停止 但是最主要的 我可能还是放在 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些解读 甚至我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 有这么一个打算 针对每天 就24小时之内发生的这个事件 那么做一个点评 每天我只选一条 一个是能力有限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 你无论说什么 都有可能出错 因为你依托的这个事件 它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 往往我们又找不到 另外一个消息来源 就是因为考虑到 针对实证问题 做出即时解读 其实呢 它的错误率很难控制 我个人判断 应该在30%以上 所以我一直在犹豫 就这个事干还是不干 另外呢 有一些朋友 是搞这个新民国史的 我们可能会合作 对二战史 做一个重新的梳理 我个人对民史和二战史 非常感兴趣 但是因为个人素养不够 所以我曾经放下很久了 那么现在认识一些 有志于新民国史编著的 这么一帮朋友 所以我有可能会参与 那么最终要想挣钱的呢 其实主要 还是对中国时政 尤其是个别省份 短期的 我们把它设定为半年左右 政策变化的 这种预判 这东西其实是可以换钱的 无论是大的风投公司 还是大的一些投资项目 其实资方 它非常需要这种 背景预测 对短期内项目前景 预测的这么一份报告 有很多人离开这个国家 已经很久了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定义为外兵 所以呢 他们很难 对中国 目前的情形 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 那么身处国内的呢 他们又不一定 视线能够完整 所以真正能够做出这种判断 而且没有什么计判断 往往是身处境外的 对中国问题 有一些自己看法的人 我把自己的定义 就是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观察者 有人传说 我要追求30万美元 连薪的这种工作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跟两到三个推友 在WhatsApp的通话中 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我对自己的薪酬 有这么一个标准 我要是每年 能挣到30万美元左右 我可能就会放弃 在老窝目前的工作 我现在做的这种买卖 一年也就是几万美金 不超过十万美金 我呢手脚比较大 孩子呢 又上这种国际学校 你想让我省点钱存下来 确实不太现实 那么如果有好的 有可能的啊 高兴 那么我有可能会离开了 其实我现在也离开了 已经到了泰国 而且因为对这个当地政策的不了解 刚刚交了一笔罚款 一来呢 泰国不允许商店外的这种销售 就是说你摆个摊 第二这个是违反当地法律 第二个呢 我拿的是泰国三个月的旅游签 但是他这个国家 和我原先待过的这个老窝 它是不一样的 三个月的旅游签 你进入的时候 你只可以停留60天 超过60天的部分 每天你要 交给他 500泰铢的罚款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申请这个延期 是吧 我又申请了一个月的延期 因为他这个 下面我还可以申请商务签 申请工作签证 很多东西呢 原来 我是凭这个印象来做事 我觉得 你给我三个月的旅游签 我就可以合法的待三个月 完了 我再办商务签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是吧 你在这个老窝是可以的 因为我在老窝待了五年 对吧 你到老窝 你说你落地以后 他给你一个月的这个旅游签 你一个月 就是合法的 完了你说 我还想待下去 我再办三个月 可以 你可以延期 最长可以延期三个月 那么你拿到这个 延期的这个 证件以后 你就可以继续再住 三个月 但是泰国不是 泰国给了你三个月的这个 旅游签 就90天 但是你可以合法居住的 只有60天 你要再想住 一个月 可以 没问题 申请 交钱 是吧 你超期 超期罚款 对不对 所以他 可能别的国家 也会有类似的规定 只是我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今天又跑去 交了罚款 这东西没责 是吧 人家有规定 只是我们 就我个人 凭着这个印象 我没拉这个当回事 那交学费呗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万人的 你可以猜 但是猜的东西呢 它跟事实 有可能相差很远 我相信我今天做了解释 还会有一些人提出 更多的质疑吧 比如说你回答了一个问题 它跟着有四五个问题 甚至七八个问题 会扑面而来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只要不涉及到别人的隐私 不涉及到我无法证实 又无法证美的东西 我都会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